的玩具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戴蚊兔 这期视频要来和大家分享下的玩具是 万代在5月25日发售的一款最新NX系列的产品 来自于魔神英雄传当中的一个主角 龙神丸 万代的NX系列推出到现在已经到了44款了 最近已经是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推出过跟高达相关的产品了 那与此相对的则是魔神英雄传当中的机体差不多都快要出全了 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龙神玩的话 算是一个贯穿第一季到第三季当中都有登场的一个主角季 算是真真正正的童年回忆了 那官方定价也是和之前几款产品差不多 税前3500日元 让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包装 那这个NX系列的产品在萌兔的视频当中已经是登场过非常多次了 大家的包装风格都是相同的 上面会有个透明天窗加上一排这种白色的字符 唯一需要注意一点还是在右上角的雷射防尾标签 那这个外带看来是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的产品 都会有这样子一张圆形的雷射防尾标签 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包装侧面印着的就是它一些战斗瞬间的造型 以及一张它的全身像 可以在这个柜中收藏的时候 一眼就可以看到这是哪一款产品的盒子 再翻到包装盒的反面就是一些这种展示的图片 有一个全身罩还有一张它后面一个鸟 可以进行抓着它飞的一个动作 下面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那如果是港版的产品 在这边还会贴着一张用中文写着的注意事项的贴纸 是会贴在这个盒子的背面的 那无论是港版还是日版都是由中国生产的 所以说它们的质量从理论上来说是完全相同的 大家并不用去太在意你买的是哪个版本的 只要是正版就都OK 那这个包装就简单的看到这里 让我们直接来开箱吧 那抽出了内容物之后首先是会有一张说明书 然后就是单层的吸塑包装 本体一把灯笼键 还有两个替换的手型 还有一个插件的一个连接件 这就是所有的内容物了 内容物可以说是非常的少的 在吸塑包装的下面压制的就是它的一个通用地台 以及支架 这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模一样的 首先还是来看到本体 拿起了今天这款主角龙神玩之后 整体的高度大概是在8厘米左右 拿在手上的话大概也就是一个手掌的大小 可以说把玩起来的话是非常的小巧可爱 那在投身比例方面 NX系列这个系列的产品 它原本的初衷是将一款机体 做大头化的一个Q版化处理 但是由于《魔神英雄传》当中的机体 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大头 比较投身比例比较小的一个设定 所以说当它这个产品做成NX系列的产品之后 其实在它的投身比例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的 就和它原本的那种比例是差不太多的 所以说《魔神英雄传》的这一系列的产品 与其说它是NX系列的产品 萌兔觉得把它当成一个缩小之后的萝卜魂的产品 可能会更恰当一点吧 那至于在造型的选择方面 因为今天这款龙神玩 它是来自于第一部作品当中的龙神玩 所以说它的肩甲的设计上是稍微会有一些区别的 它的龙爪会比较的短 后面肩甲也会比第三季当中的龙神玩会稍微小伤一些的 但除了肩部的一些造型的区别之外 其他的一些设定的话大致还是挺相像的 所以说今天这款龙神玩可以说是通吃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的粉丝了 那在产品的做工方面 身体上下其实大部分的面积还都是成型色 但是所有用到涂装的地方都是非常漂亮的金属色涂装 像它头部的头盔处的地方 中间一块红色的地方都是非常亮的这种金属红 以及这种金属黄的涂装非常的漂亮 包括它肩甲处的这两个龙头的造型 也都是用到了这种金色的涂装非常的精彩 而且它这个边缘处也是非常的锐利 完全没有出现出界的情况 肩部侧面的两个龙爪完全是独立的分件 所以说涂装的质量也是非常的到位 胸口处的六个勾玉同样也是独立的分件 使用到的颜色和它脑门上的红色是完全的相同 是那种非常亮的金属红色 再然后就是它肚子上的一串这种金色的小零件 用到的是非常漂亮的这种金属色的涂装之外 其他的这种白色以及蓝色以及它肩部红色的部位 这些地方全部都是成型色 但是好在这些成型色在成型的时候 它表面是做了一些磨砂的处理 所以说整体的质感并不会显得那么的塑料那么的廉价的 在眼睛处的地方 首先用到的是黑色的涂料来勾勒出它的眼眶 然后再用金属绿的颜色来勾勒出它的两个眼珠 而这两个眼珠可以说是非常的亮 非常的炯炯有神 脸部的轮廓勾勒也是相当的尖锐 特别是从侧面来看这张脸的话 可以说是非常的帅 小时候看动画片时候的那种美好回忆 瞬间就涌上了心头 太令人感动了 至于在可动性方面 所有NX系列的产品 他们在关节的设计结构上 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说他们每一款产品的这种可动幅度上 也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基本上一般性其他的NX系列的产品 该有的可动 这款产品身上都是会有的 但是NX系列的所有产品 从古至今都会存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通病 就是它的关节都是偏松的 而且这个松是从你一开合的时候 这个关节就会比较的松 你玩一阵子之后 这个关节可能会变得更松 所以说之前有几款武装非常庞大的产品 它就会面临一个它双脚离地之后 它这个脚就会摆不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动作了 它撑不起来就会自然的往下掉 这一点也可以算是NX系列的唯一的一个小毛病 其他地方的话 基本上还都是可以挺令人满意的 然后再翻到产品的背后 背心正中间会有一个小洞 这边是插上一个小的连接键 在这个连接键上 可以进一步的插上它的灯笼键 可以背在背后 然后在肩甲的后方 还会有两个小方块 这方块是可以拆除的 拆下来之后可以看到下面是会有一个长方形的小孔 这个孔是预留给之后那一款鸟的产品来使用的 那个鸟的鸟爪子可以直接插在缝当中 来还原出一个抓着它来飞行的时候的一个瞬间的动作 至于在配件方面 这款产品就是非常的可怜了 就只有一把灯笼键 以及两个三指张开的替换手型 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萌兔玩过的所有NX系列的产品当中 配件最少的一款产品 这两个T1的手型没什么可看的 但是这把灯笼键却是非常的漂亮 通体都是会有涂装的 剑刃处的地方是和它龙爪的颜色相同 金色的涂装 剑靶处的地方则是和它额头处的颜色相同 是金属的红色 在金属红的外层还会有一层光油的保护 所以说整体的质感看上去是非常像电镀的感觉的 但其实不是 只能算是伪电镀 拿出之前龙王弯的一把剑来做一下对比的话 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龙神丸的剑在剑刃处会稍微短一点 剑拔处的地方则会稍微长上一点 但是整体的造型来说还是挺接近的 都是后面会有个小圆圈 好的 那么今天这款龙神丸也就差不多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简单的一款小玩具 配件数量也并不是很多 但是萌兔觉得作为一个童年回忆的载体 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产品 无论你是喜欢一台单独的机体 还是想要把它配套成对的话 都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售价很便宜啊 虽然说它的定价是3500日元 但其实萌兔实际买到手的话 也就2000多日元的样子吧 中国买的可能会更便宜一些 100多人民币的样子就完全购买到它了 而且NX系列的产品还很少会碰到涨价的情况 涨价有啊 但是真的很少 所以说如果你和萌兔一样 也是一个80后的玩家 对神龙斗士 对魔神英雄传有着不一样的童年情怀的话 那今天这款产品萌兔还是非常推荐的 好 那就是这样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 收藏 以及分享 想要收看更多精彩模玩分享的视频 你可以在bilibili或者YouTube的频道 搜索戴萌兔来关注我 那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